蟹的彈那個 我看一下蟹的 就是美少女也是 美少女彈的那個 當然是他更厲害 他彈的D minor調 就原 key 好像 很厲害 那那個 我本來是用那個D minor教 可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D minor 大家都看 比較不容易看得懂 所以我用A minor教著 大家就看得懂 這樣子 比較容易模仿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的 但是重點是 比如說其實A minor之後 跟D minor 比如說謝的這邊 謝的因為是看我彈嘛 蠻厲害的 你們看我彈就是這樣 因為A minor比較看得懂 然後直接就彈出來了 但是呢 你今天叫你轉到D minor 你就慘了 然後你要看譜 一定要拔譜 譜裡面的話 你看到哇 簡譜 這首歌簡譜就更完蛋了 因為你如果說不知道 那個和弦裡面的這個奧妙的話 你真的看了 不管是看簡譜 看五線譜 都是密密麻麻 就是頭都暈掉了 所以你們可以研究一下 比如說像那個謝的 也會彈完之後 你就好好再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它裡面的 那個調性的方面的奧妙 等一下我再講一講 我們先看那個謝的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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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講一句話 我們先看那個謝的彈 那這一首歌 我們先看那個謝的彈 在那裡 最後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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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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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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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